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講一下本地消息 陳家強,這個前金管局的大佬 他接受商業電台的訪問 陳家強他講了一些事情 跟我們之前講的都差不多 他就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預測未來五年全球經濟平均增長率是3% 這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中期增長預測 這個我們之前節目有講到的 陳家強他就說 不覺得奇怪 跟過去兩三年相比 目前看到的情況可能影響將來的經濟增長 如果你還沒聽過那一節 那一節就放在正向部節錄 就是2023-0408J 2023-2027一定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傘 預計未來五年要經歷1990年以來最弱的增長 陳家強他怎麼說呢 他說美國近來一直加息 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一個不確定性 很多國家的外匯相對美元貶值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很多國家用的貨幣相對美元貶值 所以有很多地方的通脹很厲害 也說中美之間存在不協調 兩國磨擦對經濟前景有很大的困擾 陳家強他又說 經過兩年多的疫情 很多地方的經濟就沒有完全恢復 俄烏戰爭也令局勢更難預料 有些人就說 亞洲區一定有6%的增長 我就告訴大家 真的不要有這麼大的信心在那裡住 現實就是 現在中國肯定 大陸肯定有經濟增長 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也不會說很高 印度他們也會做得到 有經濟增長 因為他們的基數低 其他地方是不是也做得到 其實我現在就有很大的疑問 加加一就說 是財經事務局局長 我不記得他之前是做什麼的了 那時候有人叫他做 什麼兒子強 就是 什麼兒子就不說過什麼字了 他就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前局長 這個是 那不要緊 我回來繼續說 我記錯了他的跡涵 他也是 科大工商管理學院兼任教授 這個是 總之關金融事 總之他是專家 我們一定要說一下 直谷銀行 垂市垂信銀行出現這些問題 他就說很多金融問題 都是美國產生 以往瘋狂加息 兩化寬鬆 到現在 最近瘋狂加息 全世界都是被動接招 導致出現不穩定 陳家強就說 美國是似作俑者 至於會不會產生連鎖效應呢 陳家強就說 這次和2008金融海嘯很不同 很多銀行之間的關聯性已經減低 加上有關當局吸取上次教訓之後 形容什麼銀行都會救 美國也沒有救了這些銀行 大家要記得 美國其實是沒有救 跟那間 跟加密幣很友好的銀行 他是沒有救 他是救了 美國之前有三間銀行 其實救了的就是直谷銀行 存戶的錢是可以拿回來的 就是直谷銀行 另外 存戶的錢可以拿回來的 就是 Signature Bank 是這兩間拿回來的 還有一間 我也忘記了 他那間Crypto Friendly Bank 其實是沒有人救他的 真的 不是開玩笑 這個是沒有人救的 其實有些東西是不會救你的 其實就是 他還有一間的 他除了 就是 Silvergate Capital 是沒有救的 這間 我馬上看一看 那個叫什麼 Silvergate Capital 那間沒有救 哈哈 所以你說 是不是什麼銀行都會救 其實不是 美國其實 我認為這次是借一些儀 都是要處理這個 就是加密幣的問題 那待會加密幣 我們會說一下 就是金將軍怎麼撻人家的加密幣 之前我們都說過 那 那 就是 現在香港那個情況 陳家強也是有評論的 那麼 全球經濟出現低增長 那麼香港經濟就很難快速增長 但是香港是有一個問題的 你如果這個假期就看得到了 沒有什麼人來香港 就是很安靜 就是這個假期 給人的感覺是安靜得不得了 香港是 就是香港人走去其他地方 那個機場是沒有人的 就是 就是 星期五的時候 是沒有人的 其實是很嚴重的 整件事不是很妥的 整件事是 他的說法就是 今年的 現在聽聽他怎麼說 就是金融市場 就一定不會有很大的進象 尤其 在美國加息的環境之下 大家對投資市場的反應 就不熱烈 而且美國經濟就不是太好 歐洲也有戰時 那麼消費就不會太快恢復 香港貿易就難以急劇增加 這些我也同意的 這些我絕對也是同意的 好了 那麼 陳家強就在節目那裡說 香港只能夠做好自己而已 包括在疫情之後 恢復旅遊業、航空業 這些過去幾年停頓的行業 VR2ZGD就說 有大陸人來香港 是有 但是其實是比較少的 也是比較少 好了 那麼 陳家強他也有說 部分人的消費習慣 可能會改變的了 要時間回到疫情之前 經營模式也是要調整的 這些我們全部都有說過 還有金融市場仍然低迷 各方面一段時間之後復甦 看看全球經濟穩定 香港金融和貿易才會反彈 其實是很難說的 很難搞的 所以說中國可能有一點增長 有 中國一定有的 一定做得到有增長的 但是 會不會很厲害 增長 我認為今年也很難 就是2023是難得不得了 今年是非常非常困難 還有就是 現在看到的情況是不妥的 我認為有些事情是不妥的 但是也沒有辦法 我的看法有些事情也沒有辦法 陳家強 他也有說到 以往的美國的高通脹問題 聯儲局只能夠靠加息處理 但是現在可能影響金融系統 他就說聯儲局最近的調子已經轉變 可能要減慢加息速度 意見較為英派的學者也說 這個經濟就開始衰退 其實 美國 我到現在都認為 他沒有辦法 在不衰退的情況下 控制到通脹 我的看法 不過 有些人的看法當然不是這樣 有些人覺得他真的可以 在沒有衰退的情況下 就能壓到通脹下去 陳家強他還有說另外一件事 就是 香港在國家支持之下 更加應該做好金融市場監管 去減低那個不確定性 全球的經濟復甦緩慢 香港就不能夠獨善其身 那 建議就推翻旅遊業和航空業復償 但是現在也不是那麼容易 現在 Wang Yock Lee 說 開放了民生小區的商戶生意 更差更難做 是啊 有些事情 其實 不是那麼容易處理得到 我之前也說過 就是 疫情幾年之後 很多經營模式都不同了 你開放是否等於馬上 即是生意會好 即是開放半年 那些生意都不太好 即是很多項業來說 即是我認為就是這樣 那麼 那麼 Vhow to set GD 又說了 即是電動滑板車 合法 香港人買電動滑板車 都是一種消費 其實香港是不想這樣 我也要說說 政府其實 就不太想人買那些電動滑板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香港其實 已經有一套很高效的大眾運輸系統 就是港鐵 尤其是在市區的地鐵 根本是很有效的 很有效率的 根本就不需要 再搞那些個人小型運輸系統 其實不用的 香港是沒有這個必要的 在政府的角度 所以 VR2Z GD 經常說 這個電動滑板車 合法化 其實香港也不做這些電動滑板車 這些都是從國內運輸 那麼 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會買這些東西呢? 這些是我的看法 在香港就很難的 你在新界可不可以想想 單車加一個馬達那些東西 那些就可以 因為新界的人都會踩單車 有單車勁的那些 那些 你說可不可以 做一些 電動滑板車和單車是一樣的 類似的 有扶手 有煞車的那些 那些 我覺得 是可以想的 但是 也好坦白說 香港其實 有其他問題 其實有其他問題 是 Wen Georg Lee說 電動滑板車危險性極高 是的 是很危險的 我們知道也是危險的 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沒有 好像 VR2Z GD 那樣要贊成 這件事情 在香港比較難的 因為人比較多 始終有危險性 這些事情 Ester Wong就說 看到有外國人團 有導遊帶行 這個灣仔石水渠 街市 這些 我認為這些 少打少鬧 現在很難做 你說 特區政府不算做得好嗎 旅遊業 拍了很多視頻 現在拍了很多視頻 我看到 我在這裡有看Youtube 看自己的頻道 其他主持說的事情 都看到 女法局的廣告 就是這樣說 女法局的廣告 不是太差 我也要說 是可以的 但是 可以吸引到人 立即一聲 去買一張機票 回香港呢? 就難一點 現在他們是這樣的 就是我看到這裡的廣告 他們的廣告就是這樣的 找一個西人 西人就是 那些粵劇的樂師 結果就做了 他就說粵劇有多吸引 那些 就是 很老實說 就是 他拍的那條廣告 就沒有別人的大忌院 神韻那麼吸引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還是要很認真去說 那個實質的問題 就是 在外國 你賣這些廣告的標準 就是 尤其是中國文化的標準 其實就是神韻的 神韻有很多西人去看的 其實 這一套東西 當然 我也知道 他滲了很多法輪功的東西 但是 他們就是吸引到人去看的 他們的廣告就是 很吸引的 所以 如果你做回同一個標準 其實就 很難做的了 好了 VR2ZGD就說 電動滑板車合法化 它是最快年底 現在還未 你不能這麼說 但是他們指定的單車勁 待會我們說 待會我們說一下這件事 反正 有些事情我們還是要回應一下 那些網友 就是說 如果你說 合法 有些是合法 有些是不能合法的 就是 如果電動平衡車那些 它有 手柄那些 剛才我說的那些 是可以合法的 就是 有電動輔助的單車都可以合法 待會我們回來繼續說 好了 就是 風火輪那些 其實是不合法的 其實 還有 有其他限制 這個要說 先說到這裏 經濟那裏 其實都不太好 也說到 就是 宣傳 就是 旅遊業 其實要加把勁 有些事情 到現在都是比較一般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是 想踩香港 但是 因為我們看得到的 可能你在香港 看Youtube 就不會看到這些廣告的 你在外國看Youtube 就會看到這些 有關香港旅遊的廣告 我就覺得很一般 真的 你不會有一個衝動 馬上去買一張機票回香港 看完之後 是不會的 好了 算了 來到這裏休息一會兒 回來我們講一下 電動這個 什麼車的問題 不是 出現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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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嘻 by bwd6 by bwd6 by bwd6